大家好,我是华峰 今天倒了一个包裹 猜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的纸币 理念应该都是纸币 基本上就是他想卖掉的一些品种 都是平级币 数量还不少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平级币的话 市场价值高不高 首先来看一下 这里有大团结 上次给大家强调过 像这种平级的纸币 不管它是装在 哪个平级公司的带子里的 我们都要仔细看一下 这张平级币 它的具体的状态 重点看一下四个角 还有就是 正中间有没有折痕 包括整个币 是不是原票 有没有过过水 经过处理 这一张看起来还不错 它的分数是65 然后来看一看 这第二张 是爱常平级的 EBQ63分 这张看起来也还行 整个正反面 币的状态都不错 这正中间也能看出来 没有折痕 里面干净 分数并不是特别高 是EBQ63分 将近 全品 这张同样是爱常平级的 这一张因为 币面有些张 然后 仔细看了一下 它是没有折痕的 所以说这一张 它给的分数是 EBQ55分 那像这种 基本上就是一个90平 然后来看一看 这一张 它是重层平级的 这张币的状态 看起来还不错 正反面整个币的状态 都还行 它的评级分数是 EBQ67分 还不错 基本上是全新的 像这些大团结 目前在市场上面 基本上 将近全新的 一般就是120左右 完全全新状态的全品 在市场上 大概就是150 一张 这些号码都还是比较普通 有些都带了四七 像我一般收这些的话 基本上就是120左右 一张收 然后来看一看 这是大桥两角 仔细看一下 这整个币的状态 它也是没有折痕的 看起来很新 这张也是一样 广平的 EBQ68分 品相看起来还不错 全新的 这还是一张两角 也是全新品相的 如果是裸币的话 一般我们就是 15到21张收 具体也要看 每个币的状况 还有就是 它这个后面 数字训练号 包括就是平板 凸板这种板别 对它的价格有影响 再来看一看 这下面都是一角的纸币 这个是红耳瓶 EBQ67分 然后仔细检查一下 这个币的状态 也还是很不错 再来看一看 这个也是红耳瓶 这种红耳瓶 一共有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七张 八张 九张 总共是九张 像这种裸币的话 全新的一般就是 15到20一张收 然后 这下面 还有两张 是重层评级的 看一下币的状态 也是全新的 号码很一般 带了四七 下面一张 同样的 整个币的状态 重点看一下 是全新的 这两张上面 标的是补号 可能略微比 普通的要贵一点 如果说是普通罐号 普通号码 一般的 像这种 蓝山罐 一般我们就是 十块钱左右一张收 然后如果说 像这种 评级币的话 评级 评好之后 它有一点点 溢价 也就是在 挪币的基础上面 要涨个 十块钱左右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